注释 一金入于猛火 色不夺金光 真金入于猛火之中断裂 其性不失 金光倍增 异于光亮 外丹认为 丹药所含本来金性 亿万劫不坏 无有能夺其金光者 内丹则以金性为人父母 未生之前的本来真性 亘古不坏 金入于猛火 他本或作已金入猛火 金入猛火中 金光 他本或作金光 二次开辟以来 日月不亏名 金不失其重 日月形如常 自宇宙开天批地以来 不知道经过了几千万年 而日月之形恒常不变 未常亏折其光明 天地间之物 与日月同其长久者 还有真金 其本性质为稳定 坚固 未常变性 褪色 弥厉十九 而其重量亦如其初十一般 没有缺失 世间真金尚且如此 丹道认为 丹药之金性 人之本来真性亦无欠无余 任时 空变化而常存 三金本从月生 朔淡受日服 千得火炼而融成枝 成液态水状 再入拱造作 结晶形成金花 金花由千枝变化而来 周易已砍挂向水 向月 故说金本从月生 月之光本生于日 月为太阴 有智而无光 已受日光之多少 而定其盈亏 月自朔淡 时与日和 经过三日 而生其名 此为朔淡受日服 千向月而拱向日 千亿是拱入之多少 彼此配合 相寒寿 而产生金花 其受气 变化之理 亦同于朔淡十月受日光之理 天地间 玄向著名 莫大呼日月 丹道炉火 亦莫过于千 拱 内丹则以神为火 为日 以经 气为水 为月 宁神入于气学 神与经 气相混 竭而承担 此与日 月会 朔之理正统 朔淡 农历 每月初一日 日服 及太阳光 四金反归其母 月会日香包 隐藏其框锅 沉沦于洞虚 炼丹不离千 拱之金 通过炼千 拱之金 以求复归于 其所含有的 万劫不坏的本来金星 此为 金反归其母 或为烧炼千 拱使之变而成丹沙 变化丹沙 使之成为金花 丹沙乃金花之母 此后 再以火锻造 使金花 复幽化成 纯度更高的丹沙 故说金反归其母 变丹之火初起 丹经 以朔淡之时 月受日光为育 变丹告一段落后 火器祭足 则需俯火 以月会为育 此时 千 拱相容 相报 与月会之时日 月合璧之相相似 此为月会日相包 或为炼丹 从起火至浮火 用月朔 月会一周天御之 闻 无火后祭足 则又重开炉灶 炎至丹沙 丹经则以初一朔淡日光 重新包裹月亮御之 以之为月会日相包之意 丹造浮火后 千 拱彼此相互引福 潜藏于对方之中 其各自的界限 已不分明 此为隐藏其宽锅 因炉下之火以福 千 拱龙叶 不再上下沸腾 翻滚 而是收缩 沉浮于顶气的底部 顶气一时显得旷广 空虚 此为沉沦于洞虚 周易说卦认为 坤卦可以取向于人之腹部 母亲 腹 徒等 丹经中 人身之经 气场以金 月 砍玉之 神则以火 日 离玉之 内丹学认为 今反归其母 月会日相包 指的是经 气处昆腹丹田之中 与神相守不离 亦由月会之夜日 月之何弊 昆之土为今之母 即经 气处昆腹丹田之中 而不外泄之意 或为昆土 欲指真意 人之往事去则真意献 真意献则经 气与神相扭结 而金丹之丹投结 经反即还丹 还丹之所以成 当归功于昆土之真意 隐藏其宽锅 沉沦于洞虚 指经 气隐藏于昆腹丹田 宽锅之中 神则沉浸于空旷 虚济之境界 神与经 气相扭 初则无形无相 无声无息 渐渐沉归于丹田 海底 如月破之不见 然首之祭久 则一阳来复 请客光芒透顶 火力赤胜 此则下文所谓的 金富其故性 微光顶乃兮 反 他本或作反 宽锅 他本或作圆锅 五金富其故性 微光顶乃兮 金得蒙火烹炼 乃能去除杂质 富其故有之金性 故顶炉火赤 则金色玉明 其微光炎炎而可爱 即炎之意 他本或作七 兮则为欢喜之意 认为金 拱成形 丹乃成功 故炼丹人心欢喜悦 一文 真金入于猛火之中锻炼 其性不失 金光倍增 自宇宙开天批地以来 不知道经过了几千万年 日 月之行 却恒常不变 未尝窥其光明 天地间与日 月同其长久者 还有真金 其重量力久而不减 电单时 金花由千所容业之变化而来 周易已砍挂向水 向月 故说金本从月升 月本无光 已受日光之多少 而定其盈亏 月自朔淡时 与日和 经过三日而生其名 此为朔淡寿日服 丹药中 千向月而拱向日 千融化成叶枝之后 还要是所加入 织拱量的多少 才能彼此配合 相寒寿 而产生金花 其受器 变化之理 亦同于朔淡时 月受日光之理 链丹不离千 拱之金 通过链签 拱之金 以求复归于 其所含有的 万劫不坏的本来金性 此为金反归其母 炼丹俯火 以月会为御 此时千 拱相容 相报 与月会之时日 月合璧之相相似 此为月会日相报 单造俯火后 千 拱彼此相互引福 潜藏于对方之中 其各自的界限已不分明 此为隐藏其宽锅 因炉下之火已伏 千 拱荣叶 不再上下沸腾 翻滚 而是收缩 沉浮于顶气的底部 顶气一时显得旷广 空虚 此为沉沦于洞虚 今得猛火烹炼 乃能去除杂质 负其固有之金性 固精炉火赤 则金色玉明 子武术和三章第三十一 体检 本章主要阐明单道药物 交购之道 自外单言之 千水 拱火 顶炉土三物 乃炼丹之钢剂 千 拱水火之气 彼此相呼吸于顶气之中 香焦 合体 犹如夫妇之道 千 拱香蓉所得金花 乃于顶炉中产出 使千 拱叶之不飞走 皆因顶炉土之功 至于能烹炼千 拱者 为火而已 燃火后之进退 亦要注意调节均衡 拱虽流转不定 却中为千所居 拱入千中 拂火千拱成沙 沙如土如灰 故聚归后土 环丹继承 千 拱聚王 为顶炉之土 独存 自内担言之 经 气与神可欲为水火 坎离 水数一 火数二 真意欲为土 土数为五 以真意之土为水 火之煤 在其间调停配合 使水 火及精气 与神结为夫妇 也及事丹 如此则阴阳和谐 八旦及八方和气 皆来归之 修行人虚心宁神 回光内照 存神祭酒 神宁熙定则真意出现 如此则自然一阳来复 先天元阳之气发生 真意黄土乃金 即先天元阳 知气之父 此先天元阳之气 和拱之神 与谦之气 经而成 亦于陶逸 故又可以留诸欲之 乃后天 渗水之经之母 后天 渗水之经听命于 黄土 真意 真意出则 渗水之经不忘留 南方朱雀火精欲心 心之意是杂乱无主 则精气逃逸而不暂聚 此为火炎而水河 神必而精气散 心之意是空灵虚净 则精气因无干扰而得以聚集 此为水火寄己 神不必而精气充盈 只有调云水火 使之进退有序 则精气充盈而神旺 千之经 气于拱之神 在黄泊真意的作用之下 陆顶庐吉丹田中锻造 则水火 图三性汇合 精气与神汇而为一 成就担保 担保乃原始先天族器 据更古不变之本来真性 精气与神皆 自此原始先天族器 本来真性中出 然同出而易明 经修炼之后 最后又可以复归于 此原始先天族器 本来真性 故说本性共宗族 子武术和三 物己号称五一 三五即和谐 八弹正刚纪二 呼吸相贪欲 柱思为夫妇三 黄土金之父 流珠水之母四 水以土为鬼 土震水不其武 珠雀为火精 直平调圣服六 水圣火消灭 据死归后土七 三性即和会 本性共宗族八 柱氏 一子武术和三 物己号称五 子为水 水数一 五为火 火数二 相合乘三 物己为土 土数为五 便丹最重要者 莫过雨水 火 土三物 外丹以千 拱为水 火 以顶气 炉灶为土 内丹则已经 气 神为水 火 以真意为土 周易三同气 此说 据汉译五行生成之术 汉代艺学的特点之一 即以五行说 解释周易的事法 像术 把周易细词中的天地之术 大眼之术与五行联系起来 其内容大致为 天一生水于北 第二生火于南 天三生木于东 第四生金于西 天五生土于中 杨无藕 因无配 不能相成 故地六成水于北 与天一病 天七成火于南 与第二病 第八成木于东 与天三病 天九成金于西 与第四病 第十成土于中 与天五病 汉译那甲法中 又以甲乙为木 丙丁为火 雾己为土 更身为金 人鬼为水 那只法中 以害子为水 银卯为木 四五为火 身有为金 陈虚丑味为土 周易三同气 此说 又起后来臣团 少庸的和图 洛书之学 号称 他本获作述称 二三五即和谐 八弹正刚计 子水一 五火二 子五之数和而乘三 土数为五 三与五和而乘八 此为三五即和谐 八弹正刚计 三五和谐 止水 火 土三者和汇 其中 外丹以之之迁 拱要物入顶炉中 烹炼成丹 或者止炼丹时 水火进退有据 顶炉稳固 而无泄漏之余 内丹则只以 真意之土为水 火之煤 在其间调停配合 使水 火及精气神结为夫妇 也及事丹 如此则阴阳和谐 八方和气 借来归制 八弹 范子炼外丹所用之药 陈英明先生认为 八弹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以朱砂 雄黄 雌黄 硫黄 空青 云母 消食 容颜 清盐为八弹 另一种说法 则将云母 消食 容颜改为彭食 胆繁 信食 其余五种不便 此句亦为水 火 土之间 阴阳配合得当 相为夫妇 互作君臣 有如炼外丹石 八弹之间互相配武 相为制约 共成担保 和谐 他本或作协和 三呼吸相贪欲 助思为夫妇 千 拱得水火之气烹炼 千呼于拱 拱膝于千 两者相混融于顶气之中 千 拱相交 合体 阴阳对待 两庭 犹如夫妇之道 内丹则认为 人能虚心明神 回光内照 随珍惜之升降 顺其自然而存之 久之则能达到呼吸 污染自助 神语气精 则打成一片 结为夫妇 或为土鼠皮 皮主意 真意能使心神之火下 而精气之水上 水 火一上一下 水火寄己 相呼吸 而结为夫妇 呼吸 出气为呼 入气为吸 一呼一吸 则为一吸 贪欲 他本或作寒欲 助思 他本或作助欲 四黄土金之父 流珠水之母 五行中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居中央 中央之色配黄 故称黄土 土生金 故说黄土金之父 流珠乃拱生华后之结晶 以其游走不定 故称流珠 拱入于千枝之中 以火烹炼 则结成流珠 此流珠中 已含有千金之幸 因金能生水 故说流珠水之母 内丹则以黄土 欲真意 修行人存神祭久 神宁熙定 则真意出现 如此则自然 一阳来复 先天原阳之气发生 先天原阳之气 可以金欲之 故说黄土金之父 此今 乃拱神入于千器中 神器相合的产物 异动而流失 故又以流珠欲之 乃后天 圣经的来源 后天圣经以水 欲之 故说流珠水之母 无水以土为鬼 土震水不起 炉顶之土 能必顾迁 拱之夜之 恶之时不漏谢 汉一纳甲法 以五行配六亲 六亲指父母 兄弟 七才 子孙 官鬼 五行中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其中 土克水 土即为水的官鬼 水即为土的七才 土生金 土即为金的父母 金即为土的子孙 五行性质相同 则为兄弟 如天干之物 于己 皆属土 即为兄弟 地之一同此理 内丹以土欲真意 以水 欲精气 真意 既定则气和脉柱 即谁以土为鬼 土震水不起 震 他本祸作田 六朱雀为火精 直凭条胜负 朱雀为火 居南方 顶中之药 若得南方朱雀之火 猛烹极断 则千 拱扬成叶枝 千必得火而容 千荣乃能指拱 拱必得千而止 千 拱和宁得体 则能产金花 黄芽 此则为朱雀为火精 直凭条胜负 直凭 只调整 调匀的意思 胜负 为加减千 拱之计量 或为止生降炉火 生止加炭 降止减炭 内丹 以朱雀南方 火精御心 乃意识之主 心之意识杂乱无主 则精气逃逸 而不暂聚 此为火炎而水河 神必而精气散 心之意识空灵虚静 则精气因无干扰 而得以聚集 此为水火寄己 神不必而精气充盈 朱雀离火为心神 砍水为圣经 先天圆阳之气 人身之神语气 经犹如水火 火炎则水干 水绝则火灭 燃水非火则冰 无以润物 火非水则盐 而焚毁万物 只有调云水火 使之平衡 则精气充盈而神旺 直凭 它本或作气瓶 漆水成火消灭 巨死归后土 千得火及养成叶之 故以水遇迁 拱俗成水银 常闪烁有光亮 故以火遇拱 千能制伏拱 使之不留意 此则为水圣火消灭 拱入千中 千拱伏火而成沙 沙之色如土 如灰 故说巨死归后土 内丹则认为 人身精气充盈 则水圣 水圣则忘火不严 忘火不严 则心定神河而迈住 归于充虚无为 充虚无为 则真意成现 真意己土 故火虽赤圣 为水消灭 水火聚息 为土独存 还丹继承 水火消亡 八三性继合会 本性共宗族 千水 拱火与顶炉之土 称为三性 千拱入顶炉中必造 称三性和会 千拱接奉顶炉之土 为宗族 因为只有在顶炉中 千拱方能得到烹炼 从而会而为一 成就担保 或为担保乃原始先天祖器 千拱同炳 有此原始先天祖器 故能炼之而承担 然同处而易明 故有千拱之意 千拱同处于原始先天祖器 最后又复归于原始先天祖器 故说本性共宗祖祭 他本或作以 以 合会 他本或作会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